记者红素京台北报道,浩子在环游世界一年后,日前回归TVBS,时尚玩家与阿翔合体前往蜜月圣地约旦,来尝试别圣新婚之旅,制作单位为此精心安排一间浪漫的蜜月套房,房间映入眼帘的是铺满花瓣爱心的大床,墙上还挂上两人合成的甜蜜婚纱罩,浩子感染气息下时只紧扣阿翔。 阿翔也浩子说我想你,只见两人娇羞看着对方,气氛暧昧,浩子更坦言来到蜜月套房,真的有艾苗在滋长,旁人也吓称两人有化学变化。 浩子想起睽违一年多再次合体,一年多不见,两人难得用交换日记吐露对彼此的心声。 浩子表示两人私下话不多,但因为有一个可以一起打拼这么久的兄弟,觉得很幸运,两人首度在镜头前公开告白,展现了难得的兄弟情。 此次约旦之旅也来到了著名景点慈海,浩子亲自挑战慈海漂浮术,也将慈海泥涂抹全身。 在慈海中玩起慈海芭蕾,疯狂行进笑翻众人,离开慈海前,两人决定要以身赢慈海水的方式跟慈海道别,结果一入口立马吐出来,大喊好苦,好刺,连胃都能感受到刺痛感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,TVBS欢乐台42频道每周三,四晚间10点时尚玩家,号角香其余工作人员在慈海漂浮。 玩起慈海芭蕾,TVBS提供,阿翔,左,浩子两人十只紧扣,TVBS提供,阿翔,左,浩子全身涂满慈海泥,TVBS提供,阿翔,左,浩子的蜜月套房中张铺满爱心花瓣的大床,TVBS提供。